橫觀經濟財神到 今天是2015年的9月19號 大家好我是Marble 高輝你好 你好 Marble 大家我們又在空氣中見面 沒錯 馬上說一下市場如何 好啊 上星期我們說過市場出了一個很強的見底信號 也很快彈了2000點 今個星期其實是等回吐的 等回吐看看市場會不會很快可以再上多棍 在星期四其實上升了 但星期五就三四美股上升 來到香港即是炒上去 其實炒不加息 現在真的出了不加息 然後呢 美股下來了 港股其實星期四 星期五的凌晨 美股由高位下跌都幾多 那個市況呢 其實現在是正常來說 第一段反彈 就應該是 就是之前在22,200左右就完了 現在就是回吐 還在搓 正在準備走第二段的反彈 而第二段的反彈浪呢 是去到多少呢 就可以去判斷 究竟這段是反彈浪 還是一段升浪 嗯 這樣也很重要 意義很大 那段反彈浪呢 那個 怎樣走法呢 都很可以 都幾決定性 接下來整個走勢可以是怎樣走的 因為之前提過 如果真的走紅市反彈呢 嗯 就可能會升到十月尾 下跌四個月之後 反彈回過半月左右 都很正常的 是 這個都合理的 就是一個範圍 和時間來的 那如果是真的 彈了過半月左右呢 那正常呢 如果真的有紅市反彈 就要再下一個深的 那也是很多人經常說 現在是股災 股災 但是就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你說股災 你沒有理由在跌了八千點的時候 看淡的 一定是等 即使你看淡也好 等它反彈上上面 去到一個紅市的反彈位 你才看淡 你不可能現在做這些事情的 就是你說九月好 十月好 我都覺得市都是向上 現在那個 就是上上落落 純粹都是一個浪力的行為 嗯 那要是耐心等 就是你說如果你說拿了十貨的 我覺得就 九月十月是一個安全期來的 但是你說真的要刷到很短的 那我就要看短期的位置 你以防低級都可以 是的 跟著A股呢 A股又怎樣看 A股跟國企好像 很多都不跟 最近我見到 是啊 是不是 你又怎樣看 這陣子呢 因為始終我覺得 A股那個上落 或者美股的上落 到香港都不跟 主要的原因 因為就是 九月呢 我想相信大戶 都是做了 期指的好倉 你看到九月 抽了轉都算挺快的 那現在就去到 就近是轉倉位 那可能有機會 已經平了部分 那就再部署下個月 已經是 A股我覺得 好像上集說過 你看到他做很多 不同的措施 都目的呢 都是想令到 那個的 容易一些 可以再 在這個 控制範圍之內 還有你看到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 就是 戶心三百個期貨 之前的成交量 每天都幾十萬張 嗯嗯 限制了你 每手都十張 每一次多十手 就說是異常交易 那這件事呢 是 令到 成交量 只剩兩萬張 其實只不過是 是啊 還有你發覺 那個 就是本身的股票 成交量都很小 是啊 那我呢 一直就有用 就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就 調查著那個所謂 供求曲線 那個走勢 那個走勢真的很有趣 現在呢 就是走到左手邊 就是走到好邊 嗯 當那個成交金額 就是我講成交金額 是比較準確一點 成交金額去到很小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你講 有比較性 那你有歷史有東西看的 那其實呢 就是代表一件事 就是買賣兩限的時間 買賣兩限的時間 一遍到那個花 就是後來 會 alk은 就會最 many nyc 或者それ Jimc 那些人的手頭敷物 真的會去駕駛的 當然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還有你看一下 那麼經濟是一個很緩慢的 就是 jaws 溝到眼 這個方法很少的 那如果身在其中的人呢 那你想是會覺得很沒耐性 就是會覺得了 沒有任的 是啊 而且我也用了 67 所以我也有這個感覺 嗯 很辛苦 TOR 是 ü确的 就是看來看去好像 哎 package 指數也差不多 酒量產品就差不多 有這樣的感覺 我想回以前我自己的經驗 這些款式都是一些見底的款式 通常這些款式大家會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負面看法很多都很有道理 不是沒有道理 最慘是這樣 如果負面看法是沒有道理 其實是影響不到你 但負面看法通常都是很有道理 相反來說 我們一些正面的看法 聽起來好像不是剛好道理 好像有些少少是 嘩你用不需要那麼… 暗默 好像有些少少太太好 好像太天真這樣說 Marble你不要那麼天真 其實很多你不知道的 很複雜的 還有一個市場 現在數給你聽 又不知道有什麼幾億 又不知道有什麼幾億 數來數的數 數來數你都不齊非 數來數你都不齊非 升不到的 接不到的 很多的看法很有趣 這些東西我經歷了幾次 幾次我都買的 當時我都覺得 是啊 其實解計數真的不行 哈哈 哈哈 最多變得怎樣 最多變得受教訓 這次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這是我自己一直堅持 就是所謂三處仇之法 為什麼呢 我預計我會錯 是 因為我明白一件事 當我身在其中的時候 我都會受影響 以及我都會判斷錯誤 為了彌補自己個人的錯誤 所以為什麼我就攻守備 怎麼都拿著一處 萬一看錯了 原來真的人家夠了 但我不知道 新政策出 我不知道 那也有事 如果真的這麼淡 老實說 只是一處坐一坐 我又不是拿著很大的上落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一直有這樣的策略 很多時候都會靜心回想 其實我們知道的實在太少了 是啊 知道實在太少了 那今天我會怎麼看呢 我會把那些 很多我所認識的東西 我會放在一邊 我反而會看一件事 就是我會想 全世界現在 整個大局是在行什麼 以一個大局去看一件事 當然前提就是 我本身是一定做了空手備 這件事 即是處理的 所以就算我看錯了 我也不會有大問題出 這個是大前提來的 如果不然就變成賭博了 反而怎樣分析這件事呢 我就反而會看整個大前提 在行什麼方向 當然這件事大家有目共睹 我不需要太多太重複 反而我想講一講 之前聯儲局意識的問題 這次他不加息 很多人出來都馬上分析 他不加息什麼 那些東西都有他的道理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為什麼聯儲局 由頭到尾都這麼想加息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即是想是改變一些 想改變些什麼呢 即是目前市場上 即是一些的行為 一些的投資行為 想改變它 但是這件事 你想想這件事 應該吹了一年多了 應該是2014年 總之由他不再賣債 停了QE之後 就已經一直吹這件事 聽到大家的耳朵都起枕了 但我想一件事 其實為什麼他要加息呢 即是現在他一直吹加息 他加息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動機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詳細聊一下這個問題 好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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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